教育部要高中時學生填寫青年扶勤 意願的調查表 那到底是不是要在暫時的時候動員 教育部長說沒有 我們只是要學生們在風災 在地震的時候組織起來 任務編組協助引導避難 意思就是說沒有 我們只是要防災而已 哪是什麼暫時的動員 國防部長顧麗雄 今天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也說沒有啊 沒有軍事情務 是讓學生要在重大災害的時候 能夠自救 但是鄭部長說教育部 不是根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才去做的調查 可是這權動法的第一條 寫得很清楚 叫做為了建立全民防衛動員體系 落實全民國防而實施動員準備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不就是一個動員備戰的相關法律嗎 怎麼現在到民進黨的口中 變成了一個防災的法律了嗎 巧欣怎麼看 剛剛惠文哥講說 賴慶的政府這個上任以後 有很多東西 我們民眾就要來承擔 確實已經開始承擔起來了 它包含是臺北市 好像我聽說像高雄市 就開始呢 最近紛紛開始發下這個 青年扶勤的這個同意書 而且這同意書很詭異喔 它呢上面會給你寫附件兩個字 那但它前面都沒有給你 然後你就會得到一張同意書 上面呢 這個都寫得還不錯 就寫說防災啊 然後救難啊 然後還問你有沒有什麼專長 可是它沒有不同意給你勾選 所以假設你是不同意的話 只能把它揉一揉丟到旁邊 你只能繳同意書回去 那以台北市來講 我問過了 將近八萬名學生當中呢 只有3700位有迴函說同意 剩下的人呢 默默承擔之後就丟了這筒 沒有回答就是不同意 那為什麼不同意呢 其實也很容易理解 因為第一件事情喔 政府告訴你說 高中生要來幫忙地震 跟這個比如說颱風的救災 跟防災 我請問大家 台灣發生過這麼多次的 有史以來發生過這麼多次的 地震跟颱風 哪一次請高中生上去救援過的 沒有啊 有嗎 我沒有請高中生去防 那個地震跟颱風去救過人嗎 沒有吧 我們是請國軍去救人吧 再怎麼不計也是請警燒去救人吧 什麼時候叫高中生去 去颱風天的時候 去什麼什麼花蓮大地震 有請高中生去救人嗎 沒有吧 所以我不懂耶 就算是防災跟救護 為什麼是高中生要去啊 我真的是看不懂 第一件事就算是防災跟救護 為什麼是高中生要去 好 第二個 其實他的法源依據 裡面來自於權動法 還有一部分的民防法 在權動法跟民防法裡面 都有規定喔 在動員實施的時候 是什麼 就是要做軍事的勤務支援 所以呢 他才實施了各種的分組 裡面包含了學生分組 那學生是指16歲以上的高中生 他就學生的部分進行分組 所以每次他們都講說救災救難 對 救災救難是其中一部分 但在戰時國防部去管理的軍事情務支援 也在裡面 他們就突然看到軍事情務支援 我們眼就忙了 就看不到就直接看下一句 不對 所以我自己在這一屆立法院裡面 權動法跟民防法 我都有提修法 我直接把戰爭相關的 跟學生相關的全部拿掉 因為我們用法律來檢驗嘛 如果真的像政府現在所說的 只有救災防災 而且跟學生無關 那就把這個都拿掉 他們應該不會有意見才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用實際上面的法律 來檢視他們 對於這些事情 我有意見 就不要拿掉 沒有 剛剛學長不是講的嗎 沒有 我只檢視他的態度而已 我要檢視他的態度而已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先看看他們的 你不要幫賴清德嘛 因為也用不到 就是不會 不用緊張 這個我們先 因為兩岸 先測試一下 對 兩岸之間反正也不會 真的開戰啦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是我想太多嗎 是你想太多 是你想太多 那個2000億要當下來 這個可以修 因為很多 我們還有家長的支持 要顧好不好 對 巧晶學長打差一句 你應該是修法 把國中也納進去啦 不 你踢學長進去 我國中 這樣我下次選舉 不用選好不好 我還想著說呢 我修法成功之後呢 我要每一個家長會 我都要寄封信過去 告訴他們我們 這條是我拿掉的 只有3700個家長 可能會不同意 我的做法而已 這有幫我沒有選舉過 甚至家長會 可能會齊聲叫好 說謝謝 然後告訴他們說呢 你看民進黨的人 他們就是不會 像我們這樣做 這是主要的目的好不好 但總而言之 民進黨它到底 對於這個 它權動 它的意願表 到底它是為了防災 還是為了軍事 只要看他們最後 對於這個法律的態度是什麼 你就可以知道真相 我覺得這個 就我剛剛前面跟各位講說 要讓大家在現在 賴清德執政的任期裡面 真正體會到 什麼是民進黨執政 所以官方你看 我們這些高中生 很抱歉 我是有話就說 你看看人家北韓 對不對 金正恩一下令 就一百多萬人 大家對不對 投筆從榮 我們這邊叫你調查一下 大家就去去叫 那我們這部隊怎麼打仗呢 那北韓說幹就幹 這個什麼鐵路公路就炸了 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連北韓都比不過 你現在選出也謝謝剛剛這個 蔡政委員這個cue我 你選出來賴清德執政 本來不就是這樣 你會覺得很意外嗎 就是兩岸這樣子 你看 這是五二零的舊子眼說是聯合立件A 可能很多關聯合立件A在幹嘛 你已經忘了 沒關係 這是前兩天賴清德國慶 談話之後的聯合立件B 那再過一陣子就元旦 那元旦談話的時候是不是ABC 會變成是C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不是不是我隨便亂講 是本來 你看昨天國安局在立法院也講了 不排除有聯合立件C ABC 那下面都D 怎麼都變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大家在今年的一月十三號 因為藍白河的失敗 然後導致柯文哲二十六趴 何友宜三十三趴 兩個加起來接近六十趴 然後賴清德以四十趴 沒有過半的得票率當選 就是這樣子 故事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些 當然我知道 就是說因為我自己沒有小孩子 我覺得說可能為人父母的會擔心 可是就如同我剛剛跟大家講 那個電價一樣 除了朱立倫我肯定之外 許曉鑫我也特別的肯定 好不好 許曉鑫剛剛也反對說 怎麼可以補貼台電什麼的 我待會回去就把哈雲宇的節目 都剪下來 然後存在iPad裡面 然後我們以後就拿來播 許曉鑫也反對 好不好 對不對 我這邊也要特別的 呼籲鏡週刊的朋友 趕快繼續再追蹤許曉鑫的弊案 好不好 每次都反對民進黨 你不是說要射他嗎 舞弊趕快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 我就之前在哈雲 節目講過 只要許曉鑫被刷進界 我就要去送飯菜給他 這個我說到一定要做到 你看在這個雙十國慶演說的時候 賴清德講什麼 中華 其實他不是講中國 他是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這雙十國慶談話 非常好 那講完之後沒多久呢 因為下個月在秘魯有這個APEC 那本來是我們要派陳建仁 這是陳建仁 就之前的這個 這個蔡英文的副總統 派陳建仁去參加 因為以前我們APEC 也有派過卸任的副總統參加 可是就不行 為什麼 卡住了 卡住了 他說這不行 陳建仁我不要 你必須換人 換人很好 這不就我學長告訴我的嗎 這是我學長 我新的學長叫黃偉翰 阿德從不妥協 有沒有 從不妥協 所以我派陳建仁被卡關之後怎麼辦 我就換人 這樣叫做從不妥協嗎 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請問大家 是我在修理賴清德 還是我在修理黃偉翰 我是要告訴大家 國際社會的現實就是這樣子 他就叫你換人 你就得換人 不然你不要去 好不好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已經距離下次的 這個總統大選 還有三年多 這三年多我也沒有要 除非我再見了 大家一起承擔電價 承擔這些解放軍的軍演 承擔這些年輕人 必須要去接受這些訓練 或是調查什麼的 大家一起共同承擔 這個是我們選舉的結果 不要難過 不要抱怨 大家樂觀地看待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更換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